其实呢 有时候我们胃口不好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都会想要吃什么 我个人觉得 烩饭是一个很开胃的料理 有蔬菜 有肉 又有开胃的酱汁 再配上一盘白饭 就是一顿很丰盛营养的一餐 今天呢 阿琴要来分享一道 非常家常的 葱烧鸡肉烩饭 怎么把它料理的 葱跟鸡肉的香气 可以融合一体 再配上好吃滑嫩的鸡胸肉 大家好 我是阿琴 今天跟着阿琴的脚步 一起来制作这道 好吃开胃的 葱烧鸡肉烩饭 在处理肉类之前 先来处理蔬菜 我今天蔬菜用的是小黄瓜 那小黄瓜的部分洗干净之后 这里我会建议切斜的滚刀 你在切的时候面积不要抓那么大 它就是漂亮的斜滚刀 斜滚刀的好处呢 每一块都有绿色的感觉 然后大小又一致 受热的程度又可以一致 就像这样 红萝卜的部分呢 我是切菱形片状 厚度在0.4公分左右 让它有一点点的厚度 下去再烧冲烧鸡肉的时候 它还会保有红萝卜口感跟颜色 然后今天这一道葱烧鸡肉最特别的味道 跟它的鲜味的来源在于金钩虾 透过金钩虾它本身海的咸鲜跟甜味 来跟着这一道葱烧鸡肉一起做红萨的动作 让这道菜它有一个很特殊的海鲜的鲜甜味 最后呢就是葱切3公分的小段 炒出来比较有帮助于这道菜它要的香气 再来我今天呢用的是鸡胸肉 其实这一道菜也可以用鸡腿肉 那我今天选用的这个是鸡胸肉中最好吃的鸡礼鸡 买来的鸡礼鸡看好它的纹路是照这样跑就对 顺着这纹路斜片下来 像这样子下来 这厚度大概落在1.5公分 鸡胸肉的部分我来做一个简单的腌制 加入一小匙的酱油 三小匙的米酒来一点酒香 三分之一小匙的白胡椒粉 二分之一小匙的糖 这个水呢加一大匙抓一点水在里面 我要腌一下 抓拌到水分都让鸡肉给吃进去 加入两小匙的太白粉 待会再做滑油的动作呢 它也会形成一个保护膜吃起来会比较滑 不会让这个肉容易干彩 好了以后一样这里加入大约一大匙的油 待会下去炒比较不容易纠结在一起 前置准备好 现在来制作会饭的动作了 我这里加入一大匙的油下来 油下去之后稍微润一下锅 热一下锅之后炒香蒜头跟金钩虾 下来炒香 现在全程大火来做一个炒香动作 大火炒了有20秒之后来 葱段加下来 爆炒也是一样20秒 把葱的香气爆炒出来 这个时候我先把火关掉 中间挖出一个洞 把腌好的鸡胸肉加下来 在中间把它半煎半炒熟 我现在也一样开大火 因为鸡胸肉呢 它遇到热很快就会变颜色 它就会形成一块一块的感觉 在弄的过程尽量不要去大力的拌它 还没定型前尽量轻轻的对待它 才不会肉整个散掉 或者是太白粉挂上去表面的姜 让它糊掉 这很重要 稍微上色 来鸡肉的部分跟着葱下去拌炒 鸡胸肉下去刚刚大火差不多有一分钟了 所以你一分钟炒起来 我的鸡胸肉是属于八分熟的状态 这个时候把红萝卜加下来 再炒的这个动作 它会有助于红萝卜里面的生味 把它炒掉 这时候我先把火关掉 要来加酱料的部分 酱油是加三大匙 米酒加一大匙 白胡椒粉加二分之一小匙 我二砂糖这里呢 加入的是一小匙下来 这个时候再开回大火 我是透过大火把这个葱里面呢 它的香气炒出来 把酱油的香气炒出来 所以我会在锅内炒个大概20秒 这时候水加入的是 两米杯的水量1.5杯 下去之后小黄瓜下去 小黄瓜下去之后 记得不要煮太久 稍微煮一下就好 我这里来准备太白粉水 加入的是一小匙的太白粉 1比1的概念 配上一小匙的水 我刚大火煮了 差不多有一分钟 先关火 再勾芡的时候 尽量不要让它大火 这样子勾出来 现在才会漂亮 从这里搅拌下来 好 勾完芡来 就可以关火了 我这里有准备一盘白饭 直接淋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这个葱花 我们再撒上来 到快速好吃 很适合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快速煮的 葱烧鸡烩饭 上菜 如果你有喜欢今天影片的朋友们 记得帮我订阅 按赞加分享 让阿清知道说 今天的影片你有喜欢 对你有帮助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